锅子也帮我 好好好 我们尽力啊 说啊 好 感觉压力好大 都想帮忙 太不容易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过来看锅 以为我们是批发的那个老板 还就说帮我们把锅子也收了吧 其实我们不是说做批发的 我们只能尽力了 加油了呀头哥 我今天不应该穿着裙子来的 本来是说过来看一下的 结果鸭头哥是要摘一部分先带回去 先带回去 让大家尝一下吧 口感好对吧 我们心里有个底 这个黄花梨呢 就是酸酸甜甜的 这边有两种梨子 一种是金秋梨 这种是黄花梨 金秋梨呢 可能在后面的一个星期左右 会上糖会成熟 然后黄花梨呢 现在已经成熟了 可以下树了 这是套带的 套带的黄花梨呢 它的果香特别好 打开看一下啊 它里面是这个套带的 里面这个石棉网 是隔热的 起到了这个防虫的效果 真的不热 这么热的天 不热啊 对啊 一点匣子没有啊 嗯 我削一个看一下 可是我跟你说 丫头哥我现在就是跟这些果农 学到经验了 随时带一把刀 你看这水分 看这声音 看这声音 是不是 有没有流口水啊 可以 这是黄花梨 它的果香呢 就长一点 煎长一点 它的果肉 是酸甜的 然后水分很足 咬起来脆脆的 很浓的梨香味 对吧 它这个有石棉的 你们看到 这是石棉的 里面有口也在 这有石棉的 它这么热 它就不热 那果子真的不热 室外温度应该是36 37度 但是它这果子一点都不热 嗯 果子没得了 所以它在 它在台湾下面 是不是可以放七八天的 没问题 半个月都没得问题吗 半个月没得问题 半个月没得问题 对 那我就放心了 他们老板 我们来修网上 她喊你个摘着 这个反式就省不少了 那一个就不得了 我都不摘了 不摘了 我不会摘 没法了 没法 你都那个挖 没法就 去看我 去看我 去看你 多了吗 我应该 行不行了 压头哥 不 嗯 加油 这一百斤吗 有没有一百斤 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 给你搞个照片 坐下来 你看 哈哈 哈哈 压头哥 不错 压头哥 跳不动了 还可以 你的屁股还可以扭起来 哇 这个 丰收的喜悦 能卖出去 这些老百姓就高兴了 辛苦压头哥了 啊 那么多鸡子 还能跳这么多 很佩服吧 哈哈 哈哈 我起都起不来 真的起不来 真的起不来 哇 他们可跳这么重 真不是重的 不浓气吧 不浓气吧 下面最好了 二叔你能跳这么重啊 这么重你能跳啊 跳盆啊 跳盆啊 我跳盆啊 跳得见起啊 要堆满了的啊 要堆满了的啊 七十七 七十八了 七十八了 七十八岁啊 九十二 先三年八十岁了 八十岁了 八十岁啊 三年八十岁了 七十七 八十岁了 如果有明天 祝福你 我亲爱的